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有三个要件 所以有三条件 三要件 符合社会贤达的形象 具备专业的能力 而且有开拓票源的能力 那6月19号 后来蔡英文自己也被问到 你的副手有什么条件呢 她说对大选有帮助 对执政稳定有帮助 而且要价值理念认同 这个是蔡英文在这一段期间以来 讨论到外界对她自己 对她的副手有什么看法的时候 所问到的 那媒体当然根据这些条件 就要开始猜啦 到底谁符合这些条件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财金牌 我们来看 财金牌有谁呢 在过去媒体名单中提到的 施政荣先生 严长寿先生 王文阳先生 所以第一组啊 被列为入围可能名单的 是财金牌是这三位 我们再来看贤达牌 贤达牌呢 被提名的有彭怀南先生 李远哲先生 林信义先生 还有陈建仁 这个一建仁这大佬 所以这四位呢 被列为是贤达牌 好 我们再来看 郑志牌 郑志牌有谁呢 郑志牌呢 就是谢长廷 这是今天新跑出来的一个名字 然后苏贞昌 这个替台民调 这个配对呢 是民调最高的 然后苏家权 是他认为比较可能的人选 还有林义雄 所以我们看到 光是这段期间啊 被列入入围名单的人选 就有这么多啊 那这些名单 跟这些条件比起来 符合吗 我如果先来的话 我自己觉得好 因为蔡英文自己的发言 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 发言人 陈金脉讲的 其实跟蔡英文有点类似 那个外传的 5月9号那个 其实不太精准 那如果按照后面这六个条件呢 我倒向蔡英文推荐一个 不在名单上的 因为据我的了解啊 他前一阵子去拜会一位人士 然后事后就传出来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人选 其实完全符合 现在他们所说的这些 这个人既是外省 他除了不是企业界以外 他赴社会刑答 专业能力更没问题 对大选应该有帮助 甚至于在执政稳定上 是没问题的 当然我认为唯一的问题 就是蔡英文 要说服他出来 帮助他 因为政治理念上 是不是相同不一定 我建议他的人 这个人是跟他同过试 是前国安局的秘书长 国安会议秘书长 国安局的局长丁玉舟 丁玉舟 跟他同过试 因为他做过国安局的 国安会议的工作 我想你晓得 蔡英文做过这个工作 丁玉舟 他是三星上将 对国家安全 国防 外交都非常熟悉 丁玉舟外省人 具绝对的专业能力 符合社会形象 贤达的形象 有稳定政权作用 对大选 我相信 有相当的帮助 当然 这一周要认同 蔡英文现在要杂大 因为蔡英文 被认为是空心菜 这点我剽窃 剽窃 剽窃一下创下的 他没有理念 人家怎么跟你来搭配呢 因为丁玉舟这个人很认真 他这个是退休将领 到现在没去过大陆的人 他是完全很执着于 自己的理想的一个人 而且人非常正败 在军中以前 受到尊重 那在社会上 形象也非常良好 可惜的就是 你一定要用价值观念 来说服他 你现在如果没有 我相信他不会为单纯 为这个位置来出来 来跟你搭配 我提这个人选 主要的原因是向来建议 蔡英文建议 那就只是说明一点 不是没有人大大的问号 因为蔡英文看样子 现在很努力去做的 我所理解的 是圈外人 所以你会发觉 6月19号的发言 都是圈外人 社会性 不应该是像谢唐静 或者是苏家权之类的 圈内的政治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我就推荐 我等于是 我这个是完全善意啊 我完全没有任何一点 言语的味道 因为这个人选 我只是提这个人选 告诉很多的人 社会潜在的人力 非常非常多 具备这样子 高水准的这样的人 非常非常多 蔡英文还要再努力去 宣采 所以我们这边 列出了11位人选 姚老师又增加了第12位 而且按照姚老师的看法呢 这边九项条件当中 9个他符合8个 符合8个 除了不是企业界人士之外 来 创下你怎么看 其实蔡英文这个状况 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为什么这么急着 帮他找人选 蛮久就没有那么急啊 主要原因是要做主少国仪 这是孙无列传的一句话 就是蔡英文 虽然55岁 但他觉得大家真愣啊 所以大家很不担心 他的政治能力或什么的 所以这个副手为什么有这个 这叫做 保姆真才的启示录 就是大家在帮蔡英文找保姆 那这要找什么保姆呢 我先讲说 现在网路上对蔡英文 就是用这个东西 我只是讲 就是空心菜 那空心菜要配什么 配虾酱 不过我回来讲 其实蔡英文真正的 去看看 这个是小布希 他在这边 这个是包威尔 这旁边是潜离 这个呢 是欧巴马 在杀宾拉登的那一幕 白宫的那个安全会议室上 你看到希拉蕊 还有那个欧巴马都坐旁边 我同意 蔡英文如果真的要去 因为总统是负责什么 国防两岸外交 我现在不是讲说会叛变或什么 我相信我们军人不会 可是那个弊案啊 采购啊 买官卖官啊 军中搞东搞西的啊 这些事情 蔡英文哦 这些人当个行政院长 都可以去处理 可是蔡英文要做总统 说实话 他没当过兵 他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些军队 而我们的军队已经够烂 所以蔡英文真的要找 我同意 要找一个退休将领 而且呢 也不要跟着记者走 施政隆是台湾人啊 入港人啊 所以我们的记者 也是在这边乱点啊 军阳谷啊 所以按照创下的说法 你还蛮同意姚老师的看法 对应该是 至少要找一个将领 来担任他的副手 可以一将领 好 那我们来请这个 决衡告诉我们啊 你觉得这个名单上的人选 符不符合你们新世代的要求 我觉得其实有一件事 我觉得很讶异哦 因为其实民进党很擅长 替一个比较死板的东西 加入娱乐性 真的 我的娱乐性意思是说 你看他们之前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光是那个辩论 都有趣啊 对不对 除了现场提问之外 还有随机挑选 那个小市民代表来访问 然后一次办 延续性的媒体曝光 又一次 再一次办 连续办三次 我觉得他们的游戏性 是真的设定的很好的 可是这一次看到在挑另外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我觉得总觉得少了什么 我认为其实应该哦 如果真的民进党 想要再延续所谓的曝光度 或是媒体的这个 一般民众的参与度的话 我觉得应该搞个游戏嘛 对不对 大家在Facebook上票选 对不对 你列出来这几个名单 由大家来投票 觉得你既然要争取什么 什么手投足嘛 回投足对不对 那网路很重要啊 你就公布在Facebook上 让大家来投 看看投到最后 是什么人帮你加分加最大 免费民调多好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让大家愿意参与啊 不然你看现在我们就 一群人窝在这边 然后说这个我觉得 但你完全猜到蔡英文在想什么 大家如果公开的加上游戏性 搞不好你去参加投票还可以抽奖 抽个iPad 2 你看这个大家就很愿意了 多有趣 投票会不会真的出现 那个黄月瑞说的金城武啊 如果是为什么不好 你还可以再造一个新闻事件 就是蔡英文飞到日本去访问金城武 金城武说哎呀很遗憾啊 不能跟你一起 然后又可以跟帅哥拍个照 赞 好 我们最后来问一下任俊兄 你比较了解民进党了 你觉得这些名单里 是不是真的会成为民进党 最后的副手人权 其实那个可以用删去法的方式 就可以删掉很多很多的人 不过我觉得蔡英文讲了一点 就是说那个 对执政稳定有帮助 那要看是那个执政的对象是指谁 就是如果对蔡英文执政稳定有帮助 或对民进党执政稳定有帮助 我想那中间可以删掉很多很多的人 不过刚才姚老师讲说 就是针对党外这个部分 事实上其实在这段时间 民进党的态势来看确实都是往党外发展 他们现在大概比较 其实陈其迈讲的那个是有一点点的依据的 也就是说他们去选这个党外的第一个要形象好 第二个要专业度够 第三个所谓要有开拓票员的实力 也指的就是说这个人要有一定的知名度 不过我所知道就是说 现在有大家台面上的一些的人选 目前在知名度的这个部分 确实比较差 所以这也就是比较难产的原因 但是因为很多人在讲谢长廷 我讲一个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猜说 谢长廷要出来挑这个副手 就是想争这个位置 我跟党内的一些人聊过 他们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如果谢长廷真的有心 要再去争这个副手 只会有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当时2008的时候 谢长廷讲说我这个从此不再选举 虽然事后他道歉了 就是说我当时的说法是错的 可是这个魔咒没有被破掉 所以如果他真的有心要争 他必须要用蔡英文来清点他 说你是我的副手 让他可以光明正大去参加 这个所谓要用投票方式进行的选举 这样子他才有可能在后面 再迈入侦坛这个机会 按照蔡英文的说法 他说他很有自信 他比国民党有自信 所以他会慢慢提副手 不过媒体因为有一方已经翻牌了 大家待会还会继续追问 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请各位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